在民眾夾到歡呼聲下 台灣抽馬好手羅威明 拿著國旗穿著人字托 衝過終點線 實現他人生一大心願 58歲的羅威明 後續近49天 完成紐約舉行的超越自我 3100英里的挑戰賽 成為賽事舉辦25年來 守衛完賽的亞洲選手 並獲得亞軍殊榮 這段介紹發言 讓羅威明忍不住我們的眼眶 羅威明發表冠軍時 除了感謝眾多贊助者 也提了八字真言 是讓他突破自我完賽的關鍵 中生的過程有痛苦也有歡樂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慢慢的 用平常的心裡面的一個 我講的他的八個字 感恩 和平 純潔 紀律 我們做到了就可以完成 羅威明談到賽事最大挑戰是未知 過程有痛苦也有歡樂 他不斷的在摸索 強調平常心並且維持紀律 時間到了自然水到渠成 你看我的成績都是很有距離的去執行 那極端的痛苦也經過了 但是我都告訴我這是我的選擇 所以就是享受它就成功了 駐紐約辦事處長李光璋 也到場轉班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賀電 以及紐約市主記長斯敬格的賀壯 這49天來我們羅威明先生 不論風雨不捨奏夜 每天都跑超過102公里未成間斷 而使他成為這個超跑25年來 第一位挑戰成功的亞洲人 這一份殊榮是我們國人共同的驕傲 這也充分展現了我們勇敢台灣人 堅定的毅力 勇敢台灣人來堅持 而羅威明在賽事中 早上穿了這雙白色人字夾腳拖 其他選手也跟進曾掀起隱正話題 他解釋泡鞋雖然有包覆性 但長期擠壓會導致腳步腫脹 騎水泡 這時人字拖發揮了輔助功用 也藉機讓各國選手見識到 科技環保艱巨的台灣優質產品 中央社記者尹俊傑 紐約報導 老闆移民 加油 有分別的 後退 有分別的